有请组织人赵川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天使之妹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群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这生活想人生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 接下来是一条来自天天圈的消息爱宝有了新玩法 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开微信的摇歌曲功能在节目播出时间内 摇动手机就可以参与实时的竞猜互动和评论 即可获得天天圈的积分或者实物大奖 你如果把它分享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将会有更多的精美礼品等着你 现在就可以体验 下面的时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四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洪一老师 欢迎于老师 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演员王信月 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 来自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你们的爱情导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涂磊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下面我们要看的当然是四位老师 如何帮助两对年轻的朋友 走过他们的情感困惑 先来了解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家里人也希望我们能够走在一起 所有人都爱在我耳边和我唠叨 以后要和他好好过日子 早点结婚 早点生孩子 我真的觉得特别烦 我是一心一意地对他好 可他却不这么想 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我不想按照别人安排的方式去生活 我只想自己体验 去经历 我觉得这没有错 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完全不顾我们的感情 他到底还想不想跟我结婚了 看那个时候还多少有些沉重啊 青梅竹马呀 虽然两个人都只有23岁 那你们说他们的情感历程有多长啊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佳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余嘉宾小宇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活动策划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他们说你们是青梅竹马 对 我们是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 多小啊 从刚出生 刚一提事就已经认识了 是吗 然后我们父母是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也在父母的安排下吧 就顺顺利地就在一起了 你们小学是同学吗 是 一个学骗 初中吗 是 初中也是 高中呢 高中也是 小学可能父母开过玩笑 说他们是一对 到初中啊 你们开始进入了青春期了 到了高中 你们知道父母想让你们在一起 这个事实吗 父母就是总是说让我们在一起 但是我心里其实不是特别愿意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觉得父母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你总是听父母说 父母说 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想法 我问一句啊 那个你们俩自己你们认定你们算是一对情侣吗 我们在一起已经是三年了 但是我认为就是因为父母老师说让我们在一起 我们才自然而然在一起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想法 等于你们已经谈了三年的恋爱 这是个事实 对吗 我自己也是尝试过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俩特别不合适 那这三年你们俩都怎么谈的那样 你觉得不合适呢 就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是和父母在一起 就是一点情调都没有 就是在家里边然后吃一顿饭 吃一口蛋糕 这样就算过生日了 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什么的都不是这样的 不是是你们两家的父母一起是吧 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 两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我觉得挺好 情人节的时候 就是我们宿舍其他女生都是早上起来打扮打扮 然后和男朋友一起去逛逛节呀 然后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但是我俩从来都没有过这种事 然后情人节基本上也就没有过过 那情人节我不是也到你们学校去找你了吗 对你是去找我了 咱俩就在食堂里边吃了一顿盖饭 你觉得这跟平常有什么两压吗 这叫过情人节吧 不是就啊 那你还想怎么过呀 我觉得情人节就应该 就我们宿舍其他女生都是会收到一些礼物啊 玫瑰花啊巧克力什么的 那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 我总是看着别人收到礼物 那你说给你买巧克力 你不爱吃甜的 然后给你买花 用不了两天 它就黏门了吧 吃也吃不了 看也看不了 有什么用啊 这叫浪漫 你懂不懂啊 也不是说你非得要给我花多少钱 买多么贵重的礼物 这只是一种感觉 哪怕是一朵呢 那你要想让你高老药 什么时候送过我呀 行 我们浪漫先放在一边啊 因为每个人呢 对浪漫的理解不一样 你们俩有 平常能聊的来吗 我觉得还挺 我觉得没有话说 在一块除了一些 父母啊 家庭啊 就基本上就没有话说 然后就是玩手机什么的 他也不跟我说 其实我挺愿意跟他多聊两句的 那你跟他聊啊 他不结茬啊 我说这个 他说他不感兴趣 说那个 他说他不感兴趣 他俩根本就没有共同的话题 有什么可聊的 就我让你陪我去看个电影 你什么时候和我去过呀 就有一次陪我去了 看到一半我刚想回头和你说一句话 结果你老人家在那都快睡着了 你知道我当人是什么心情吗 不是我故意要睡着 可是那电影 我刚开始一看名字就觉得没意思 但是我知道没意思 我还是陪你去看了呀 做什么都是没意思 有一次朋友说去酒吧 然后咱俩一起去了 今天不到三分钟你就出来了 当时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 那你怎么不看看那里面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里面鬼鬼狼好的 但是那毕竟是朋友邀请咱俩一起去的 我真是不告诉他一事呢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说很明确了 我是想分开一段时间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咱俩根本就不合适 你从来都没有跟其他女孩接触过 你明白什么是爱情吗 我不想和其他女生有接触 咱俩根本就没有过那种心痛的感觉 就是一直平平淡淡的 我感觉我刚二十多岁 就已经看到我六七十岁的样子了 平淡点有什么不好的呀 咱们父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父母是什么年代呀 咱们现在是什么年代呀 但是爱情这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呀 我问一下问一下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的呢 我没弄明白 那时候你一点不喜欢他吗 就是从小就是认识都比较熟 然后父母老是说让我们俩在一块 然后还就是放假的时候 老就是让我俩在一块待着 然后一块厨具什么的 我们现在在一起三年多了 父母都已经在催我们结婚了 然后婚房什么的都已经在准备了 那这档子事你们父母知道吗 知道 你父母什么意见 我父母也是希望他能跟我回去呗 那你父母呢 我父母也是老是打电话这样说 但是我不是特别愿意 你自己能清楚地知道 你喜欢他还是喜欢那个男生吗 我只知道 我俩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心动什么爱情感觉 我感觉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不懂 你的意思是说 即使没有现在那个男朋友 你跟他也不能在一起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我不想就是一直平平淡淡地过去 因为我现在刚二十多岁 我感觉就已经一眼看到底了 对我自己的人生 明白了 一定要带他回去 对 他要不回去呢 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跟我回去 要跟那男的在一起 我不知道那男的有什么好的 好了 挺棘手的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丘比特的世界 姑娘 青梅坐马两小无猜是很美好的 但爱情这东西 是无法勉强的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如果没有感情 没有缘分 再青梅坐马也没用 你认为我说的对吧 我觉得挺对的 但是 你刚才也承认 虽然是你们的父母 促成你们在一起 但你还是主动和他一起三年 这是事实吧 是 你的内心的纠结我明白 由于是青梅竹马 而且双方老人的意愿 你感觉有很大的思想包袱 但是 在这一个同时 你就和另外的一个男人交往 这很明显你违反了游戏规则 也可以说 是缺乏一点爱情的道德 因为你没有明白 心态的告诉他 我们是分手 如果在那一刻 你和他说清楚 两个人就分手了 那就干净了 我以前也和他说过分手 但是他总是不同意 那么 也问题又出在这里 你以前已经把心态告诉他 但是 在不同意的情况下 你们又好了 所以 他也理解成 你现在的冷静 也就是现在在闹脾气 所以 这个问题 作为女孩子 是要反思的 但小伙子 你那内心很爱这个姑娘 但我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真傻 你们的感情是早就红灯闪闪了 这不是你人不好 而是你们两个人合不来 爱情是真的 无法勉强的 你们两个都讲 我们恋爱了三年 什么叫恋爱啊 恋爱的恋下面有心字的 你们有用心给对方吗 如果没有用心给对方 那就不叫恋爱 可能这个女孩子 因为不敢忤逆父母的决定 所以你顺从 你认为 我答应了 跟他在一起 这样相处就叫恋爱 但是这个男孩子 误以为说 只要你同意 跟我在一起 我们可以牵手逛街 这就叫恋爱 糊里糊涂 恋爱了三年 其实你们这个 不是真正的恋爱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不如就认清 然后跟对方的父母 好好谈一谈 如果现在恋爱不弄清楚 将来就 不如企图 走到了婚姻里面去的时候 不幸福 你们的父母 也可能不再是朋友了 所以一定要想清楚 到底是不是真爱 而且我也要跟这个女孩说 不要因为你的初恋是她 因为你跟她这么 我这样子感觉 你跟她都不算恋 然后你就认为 跟她不一样的 那个男孩子 那个叫真的爱情 也不一定 所以要认清楚 给自己过程 没关系 但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是你没有先告诉她 日后你要再发生 任何跟感情有关的时候 都要先截止这一段 再开始下一段 这就是我的建议 谢谢 好 谢谢王老师 来 举总 两个人都犯了很多的错误 最大的错误 就是不应该 听家里的人话在一起 每个人其实对自己的爱情 都是有憧憬的 都是有想象的 也许在你的脑子里 那就是想象的就是她 没有别人 但是这个女孩不是 她一直在找那份 可能出现在别人身上 出现在电视书本里的那种爱情 她一直在找 当然她的错误是在于 不跟你明确地去说 妄图减少对你的伤害 其实对你的伤害是更大 因为你那儿已经在 紧锣密捕的暗部就班 那觉得下一步 应该准备婚事了 结果这边已经 只包不住火了 才说出来 所以其实这件事 没有什么好说的男孩 如果你真的是爱 这个女孩的话 真爱吗 真爱 那有种爱叫放手哦 可是我不愿意放手 我觉得她就是 没有和其他人 接触过 就是新鲜 然后万一她要是受到伤害怎么办呢 很多的美妙的爱情 是始于浪漫 而爱情的美妙之处 就在于她的不可确定性 而这个女孩就特别追求 这种不可确定性 如果你真爱你可以等 如果她真是在那边碰到了 你后来觉得 哦 原来你才是她的真爱 她会回来的 但前提现在是 你一定要放手 因为你强扭的瓜是不舔的 如果你真是勉勉强强 因为家里的压力 你们在一起了 危险更大 当你们组成了家庭 而这个女孩的心 始终是在向往着 外面精彩的世界的时候 你们的家庭 将面临着无数次的危机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看到 前途无望 我们不妨放手 我们还是好朋友 还是青梅竹马 亲如兄妹的这样的朋友 但一定她不是你的爱人 明白了吗 男孩 好 谢谢许总 陀老师 这个男孩的出现 应该说是件好事 其实中国人有一个 特别不好的习惯 习惯人为的制造圆满 两家玩得好 就非要指个娃娃轻 或者一对双胞胎 最好能找另外一对双胞胎 那就好了 但其实你看着是好 你看着好 貌似是天作之河 机缘巧合 挺有道理的 但是我就是舍不得 这二十多年的感情吧 二十多年了 我插一指的 二十多年的感情 是指着亲情还是爱情 爱情一定没有二十多年 我就觉得亲情爱情 都无所谓吧 因为爱情到底后面也是亲情 可以不割水啊 你让他去找幸福去 二十多年的感情 你们还在的呀 可是我觉得都不在了 那可见多不堪一击 不是 真的不能怪孩子 我觉得不能怪他们 因为男生你说 大概他打小 他投入的感情的女生 就这么一个 好啊坏啊的也是习惯了 对吧 对 如果说错的话 我不觉得错在父母 不要怪父母 父母也就是无心之言 真的不是有意的 可能这两个孩子太远 把这件事当真了 兄弟我告诉你 你可以把他当姐姐看 也可以把他当妹妹看 也可以把他当恋人看 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先把他当成一个女人看 你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看 一个男人如果是自己的女人都跟别人跑了 他还能这么冷静的话 我觉得这个男人差点血性 对吧 但是如果一个哥哥 他自己的姐姐或者妹妹跟别人去恋爱了 他才会有那种担心是 如果你被欺负了怎么办 沉下心来想一想 好吗 姑娘 你错就错在纠缠不清的时候 你开始一段新感情 这是你的错 知道吗 爱情不仅仅是浪漫那点事 想清楚 那个不一定是合适的 我特别同意王老师的那段话 他没给你的 别人给你 不一定是爱情 好吧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 没有和其他男生接触过 只是途一时的新鲜 我希望你新鲜够了以后 能够再回到我的身边 跟我一起回家 但是你真的认为 咱俩之间就是爱情吗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冷静一下 好好地想一想 我真的不确定 这到底是爱情还是亲情 可是我冷静地想过了 我觉得我确定 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不想老是什么事 都是听父母的 我想有我自己的主意 先有我自己的主见 可是万一到最后 你尝试了半天 你失去的比得到多怎么办呢 但是我认为 这也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吧 我还是希望你能清醒一下 冷静一下跟我回家 我觉得咱们还是考虑一下吧 来 请两灯 麻烦交换箱子 这么年轻 这么固执啊 我们说这话 你一点都没听进去是吧 我觉得 就是怕他受到伤害吧 他受伤有他父母 回去吧 这算是一段青梅竹马的故事 来 请关门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多种可能性的判断 但是有一点是一定要肯定的 就是在情感当中 不了上一段 您别开始下一段 否则你会很痛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们吧 看看这对是怎么选择的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没事 我 箱子我都没打得看 我觉得我不太有什么秘密 我都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箱子你都没打 没有 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你应该看一下 万一那个秘密就是我不爱你 你不看你不是白等了吗 但是我觉得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就这么吃吃的等是吗 今天你走了 但是我还是会等着你 哪怕是有一天 你玩累了再回来了 我还是会等着你 他要不回来呢 如果不回来 我就等你一辈子 好嘛 这孩子 好好开始吧 重新开始 还是跟人说再见吧 来 说 再见吧 希望你 将来能够幸福 别被人家欺负 你呢 我也会学着忘了你 然后呢 所以会放下你 然后 寻找自己的幸福 回信吧 祝你幸福 哎呀 当父母的啊 咱们可别干这事啊 下面这一对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他们又碰到了什么困难呢 我们的四位老师会怎么帮助他们呢 来了解这一对 我们是在毕业实习的时候认识的 他比我大 在工作当中也很照顾我 慢慢的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刚开始他对我挺好的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可是这一切他都是在利用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来伤害他 但是每个人都有过去 希望这点他能够理解我 现在他竟然和他钱又有联系 他用我们一起赚的钱 给那个女人开店 我真的接受不了 看这个短片的时候 心里一个机灵就上来了 这小伙子不会是谈了恋爱 还忘不了前面这一个吧 每一段事咱们看来 都得帮他们解决的干干净净啊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曾29岁来自湖南 自营店主女嘉宾小思25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人事经理 来有请请两位 愿意在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愿意 谢谢两位请把箱子放下 这个小片里面提到了说 他拿你们俩的钱去给他的前女友开店 我听错没听错 是的 你是怎么发现的 当时我是在他的前女友的微博上面发现的 因为当时我不怎么玩微博 然后看他比较喜欢玩 我就在家无聊也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在加他的时候我发现 有一个女孩子的微博经常挨择他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点开了那个女孩子的微博 才发现他是他的前女友 而且他的女孩子微博上面发了很多关于他的动态 小片里你说了一句话 谁都有过去 对吧 听那个意思是好像你 他不应该在乎你的过去 但是能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拿你们俩的钱去给前女友开店吗 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跟我前女友其实关系也挺好的 当时我们父母也见了面 他们也同意我们结婚 就是后来因为他得病了嘛 他得了子宫恶性的肿瘤 因为这个病他就把子宫切掉了 我父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坚决反正我们再来往 就在他需要我的时候 我离开他了 我觉得对不起他嘛 所以想帮一下他 是不是拿着你们俩的钱去给前女友开店了 是的 跟他说过吗 我没准备跟他说 这个钱我想可以再赚的嘛 到时候那个钱是我们两个人用来结婚的 我们本来今年十月婚准备结婚的 可是你现在拿这个钱给你前女友开店 你还没跟我商量 你有想问我的感受吗 因为我现在我感觉我对不起他嘛 你跟你前女友已经分开三四年了 你告诉我他去YD了 他一直都在相谈 你一直都在欺骗我 如果不是在微博上面发现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旅游 你还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就是怕你误会嘛 你怕我误会什么 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的话 你怕我误会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我跟你 你是去跟他一起看电影一起去旅游吗 跟前女友 每次都是他打电话给我 而且他叫我 他打电话给你 叫你过去你就过去 他叫我过去 是他是你女朋友 还是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看电影什么的 他我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把票已经买好了 而且他说跟我说一些无理取闹的这些话 当时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就当做和普通朋友看上电影嘛 那你当时跟他去旅游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骗我说去武汉出差 我当时说跟你一起去 你说不让 我说帮你订票 你说对方公司帮你订好了 然后你结结果是跟你前女友去 厦门一个星期 是吗 不完全是 啊那你解释一下吧 因为他当时叫我过去 说心情不好 说心情不好 我就安慰一下他嘛 然后他说 到厦门去 已经把票已经买好了 当时他说 晚一两天的时间 啊我想 一两天的时间 他帮你把票买好了 说一两天去厦门 你觉得可能吗 当时他在微博上面发的那些动态 那些照片 其中有一张你的背影 我一看就知道那个人是你 你到现在还在欺骗我 我不是故意欺骗你 你拿着我们两个人 共同赚的钱给他开店 他在微博上面说什么 谢谢亲爱的你给他开的店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结晶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想过 就是之所以想过 我所以才没敢告诉你说实话 我不敢告诉你 你跟你的前女 我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可以说 这是普通朋友 不是在情感上 不是普通朋友关系 他对你呢 他对我 不清楚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他明明就是还喜欢你 明明就是放不下你 当初你跟他分手 也是因为你家里的原因 所以你在背部跟他分手的 现在你找我 你就完全是给你家里 做一个挡签牌 你一直都跟他有联系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 你是怀疑还是有其他的东西 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去 厦门旅游一个星期 难道我不可以怀疑吗 孤男寡女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跟你前女友分手 这三四年的时间 你们真的断过吗 偶尔联系 偶尔联系怎么会有旅游 怎么会有看电影 怎么会有开店的事 如果联系的话 也是在微博上面 过节的时候问候一下 你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接触吗 见面 见面谈什么 谈一下她电商店 店子里面的事情 你跟这个姑娘谈恋爱多久 两年多 两三年 也就是说 在跟那个女生 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在你的生活里面 一直有另外一个女人存在 没有 没有 那看电影算什么 去厦门旅游算什么 见面谈那个女人的生意算什么 我当时叫你陪我 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你说你没时间 你说公司很忙 结果你可以陪她去看 她不是我的情报吗 因为她当时 我刚才没说完 她是因为 我觉得 我对不起她嘛 所以我 那你觉得 你这样做得起我吧 我跟她已经认识10年了 我前女友 10年时间了 我怎么可能没有感情 不可能没有感情 但是我跟她 现在只是保持这种状态 你的意思是说 你想赎罪是吧 是的 那你现在在跟她 好可能吗 我不会 为什么 我现在 我有女朋友 而且我跟她 现在也准备结婚 好 姑娘 你今天来是为什么 我只想问清楚 她能不能跟她的情侣 有断绝关系 如果断绝呢 那我们可以好好过 如果不断绝呢 那我们两个人分手 如果嘴上说断绝 但是心理上又断不掉呢 那就看她的表现 如果她还这样做的话 肯定我们两个人 是不能够继续下去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老师们怎么帮助这一对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兄弟啊 你懂兵法 这是典型的 民修战道 暗渡成仓 我说这句话是有依据的 你对前女友有愧疚 我们可以理解 你要对她适当的补偿 因为你现在生意成功了 也是有情可原 但你为什么 要做得这么偷偷摸摸呢 又为什么要这样 全身全情的投入呢 明明告诉女朋友 逝去武汉出差 结果和前女友 到了厦门一个星期 你女朋友这句话说得很对 孤男寡女 相约厦门岛 牵手鼓浪雨 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真的恰如她说的 鬼知道你们做了什么 所以其他不多说了 和你说一句话 爱情是需要努力的 但爱情是不需要战斗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和前女友 依然是藕断失联 我劝你退出战场 在这个世界上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 王老师 男孩子我想问你 问你一句话 就是你刚才一直在说 你的前女友会 无理取闹地说一些话 所以你很无奈地要留下来 包括陪他看电影 包括陪他去旅游 他还说了什么样 无理取闹的话 他说了一些 具体的 有一些寻胆症的话 他要找我父母 他要找你父母 找你父母干什么呢 为什么父母 威胁你父母 所以你是因为怕 还是因为前面的前行未了 可能都有吧 我跟你讲 就是刚才 你一直在说 我去跟他看个电影 我没关系 我就陪他旅游 只是个普通 没有没关系 当你的现在的女朋友 在质问你说 你们去那个厦门 一个礼拜 我就不相信 没有发生什么关系了 你万一怎么怎么样 我身后很多的观众 在笑 你说没有 他们在笑 其实我心里 也是有一个问号在 为什么 因为你有感情的 不管说你 你刚才说了 受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威胁 但是你对这个女孩子 不公平的 如果这两个女孩子 在比的话 这个现在的女朋友 没有前女友 在你心里 给你分量更重 你现在是完全不保护她 而且你出去玩 你也背着她 用你们两个 辛苦断来的钱 去给前女友 然后前女友 在网络上 各种爱得你炫耀幸福 你让她情何以堪啊 如果说前女友 她因为受到 这样的精神压力 和刺激之后 她的这个 可能心理上面 有一定的问题了 最好的帮助 可能去找她 看看医生啊 陪她做一些 心理治疗啊 辅导啊 你不能让她 一辈子这样 纠缠你下去啊 今年可能这个女孩子 因为这样子散掉了 再来一个 她又会威胁 你一辈子就在活 在威胁当中 那你不然就都不要谈了 这边都不要谈了 你就跟她过吧 你跟她过 然后你放了 这个女孩子一条生路 让她找别的幸福 女孩里够事 你知道当你知道 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应该离开她了吗 不是她前女友出现 而是当你知道 十年的前女友 生病 她离开 这是何等的无情 我觉得你在知道 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应该离开她 这是一个 有思考感情的人 我们结婚的时候 通常会说 无论富有 或者贫穷 无论健康或者基地 无论顺境或者逆境 你都愿意不离不弃 爱这个女人吗 她做到哪点 在对方最最需要帮助 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她 当时如果说 她害的是一个人的话 现在她要害两个人 前女友和你 你以为她现在 对前女友这是爱吗 这是补偿吗 在你看来可能是 但是在你前女友看来 你再给她一丝希望 你所有的内疚 在她看来是 你的回心转意 你的补偿 在她看来是 有可能再去前缘的 而这位呢 被蒙在鼓里 你在做着一些什么事情 去跟人看电影 去旅游 去用人的钱 来补上一份战 同时战着两个女人 你不撒手 这样的人 你敢跟她相处下去吗 即使她现在告诉你说 跟前女友分开了 你能相信吗 不要让自己赔了钱 把人也赔进去 我不知道她现在 如果回到 前女友身边 你不在了 你会娶你的前女友吗 会吗 你不是要赎罪吗 你不是要补偿吗 机会来了 会不会 不知道 你看 她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 你在生活上给人帮助 但是你在感情上 却让人有幻想 你不可能给她妻子的名分 去给她一些希望 这边呢 你应该踏踏实实 给她一个妻子的资格 但是你不给她爱情的 同样的分量 你还算是什么样一个人 这样的人 远离她 尽快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附老师 男生你回答一下 我刚才许伟问你说 如果不跟她在一起 会不会娶前女友 你沉默了很久之后 说了一个不知道 为什么 我这样尝试着 跟你诠释一下 就是跟你前女友 又联系上之后 但是愧疚和愧欠 已经做过的事情 你无法弥补 你能做什么 善待 善待自己 善待那个 你认为被你背叛的人 更重要是 善待你的眼前人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做不到这个 你一生都会在这个漩涡里面去痛苦 剩下的时间就留给你们自己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 确实我知道当时 我们俩赚的这个钱非常辛苦 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也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事 我看在眼里 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你 欺骗了你 但是我现在还是 真的喜欢你 爱你的 所以我想 你能够原谅我 能够理解我 那你现在能和你 能和你的前女友一到两段吗 以后不再联系吗 你能做到吗 我希望你能 给我一点时间吧 准备一下 行吗 我们现在都要结婚了 你要我给你们两个人一点时间 如果你现在没办法做到的话 我们两个人只能分开 嗨 两个人换箱子 来 来嘛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哎呀 前女友的一笔情债啊 还也还不掉 又欠上了现女友的债 她所面临的选择 有她自己所说的男 而未来怎么样 如何处理好 曾经欠下的这笔感情的债 那是需要恋爱当中的两个人 都有智慧的 看看他们怎么使用自己的智慧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来 难怪女生伤心 其实我之前咱们谈结婚的时候 我都自己偷偷看好婚纱 看好酒店了 可是现在你这么欺骗我 我实在是太伤心 重点在于欺骗 有什么话要跟她说吗 你爱她吗 是的 什么话都别说 赶紧追去吧 别再犯错误了 相信自己的内心 别再犯错误 好好处理前女友和她的关系 快追吧 快追吧 好吧 接下来我们还是听老师的吧 一起进入到爱情保鲜区 思布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思布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生活中 有些事情可以马虎 但爱情绝对不能马虎 所以 一定要去追求和寻找 你真正想要的爱情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男孩和女孩 在感情当中 一定要珍惜那个 每天让你想到都会笑的人 离开那个 每天都让你哭的人 动情需谨慎 情债最难还 不离不弃 值得赞美 选择离开也未必无情 最可耻的就是 打着高尚的旗号 做着无情的事 感谢思布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生活正能量